论语圣训 先佛慈悲主语 学儿篇第二章之一 其为人也孝庭 而好犯上者嫌疑 济公佛佛慈悲主语 人不学不知义 忠不敲不想 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 取其常才而有所发挥 才能留住年轻人 所以修道要实时调整自己的脚步 来迎合整个时代 才能够留住人才 对道场对社会都有所帮助 为上者要为他们筹谋的事物 经典要参严 对于修身养性会有很大的帮助 修道要任意实修 要修真行正 要劳而不愿 要当个很忠诚的修行人 三草普度 儒家应运 修道人一定要参严儒家思想 可以让五轮八德实现在生活上 欲正天觉 要先把做人本分做好 应该行五轮 做不到 那你想成仙就很难 修道陪德 人道圆满 天道才能圆满 欲修天道 先修人道 道在日常 道在细微 孝涕忠性 你一点齿都要做到 这一些在你身上都见不到 那么你没有资格引导众生 一定要慢慢修 慢慢学 道要落实在日常当中 讲究实际 讲究真功实善 真心修 真心办 自然众生就肯定你 常会觉得自己很穷 其实 为师的钱 你们是用不完 就看你修行的怎样 虽不能马上给你 但你要修的正 行的真 当你需要时 就会出现 为师的金山银矿 你们是用不完的 修到不要愁无钱 要忧愁没得 一个行善修德的人 要越修越进步 修身养性没得 能够同聚一堂是千古奇缘 在你眼里似乎很平常 如果不是累结善因 就不能由此合作为佛 平常没事要尝回佛堂 绸缪把道发扬 要互助互助互相对于人 修行人在一起 如果能和谐 才能显现他的美 如果各自分心 再好的事物 都不能成就美事 办到要越办越懂事 历经人间所有事物 态度要越沉稳 行事要越稳定 慢慢学习 对于推广素食这件事 一定要积极推行 唯有天下人少杀生 灾难才会少 所以要让吃素这件事情 往下扎根 少杀生 扫造口过 这世界才会吉祥安泰 每一个人担当不同的使命 都有他的难处 但修道人就是要提升自我 为别人而设想 那就是慈心 凡事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 应该登高望远 才能把所有的事物看得更清楚 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能忍气吞声 不能行出大勇来处理这乱鲁马的事物 众生就没有希望 所以伴道的人 要不计个人得失 那叫做行大爱 哪怕是别人的会言谤语 你不了解 伴道的人就是要学习忍耐 才叫做陪德 你们要爱众生 也要爱习同修 这个语言是树式结的 这辈子功课没做好 来辈子同样会碰到 因为你的惯性 你的习性都没有改 就不能圆满 每一个人要突破自己 才能合和整个大体 希望你体贴为师的心 也希望你们缅怀上天的恩 把个人的得失看淡一点 那你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 弘法立身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伴道的想法 以及你做事的惯性 能一起办到 是要互相配合 有时候要各让一步 硬功长玄断 人强破必随 一个修道的人 别人对我们有心结 我们要学着去解开 那才叫进步 当你受苦煎熬的时候 是你们修道的宿命 没有经过这些 就不能有所成就 所以人要不断长进 不要只想改变别人 应该要改变自己 每一个人打开你的心 接受你周遭的人 其实并没有这么难 修行不到家 你的心才会有心悟 有执着 有挂碍 有种种不自在 所以学着改变自己 调整自己 才叫做修心 道理是讲给别人听的 也要留一点点给自己反省 那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不是你吃灾就可以成佛 也不是你办了一片大道场 将来就能成就 那只是名相 将来所得到的只是福德 要真正修心 你的忍辱有吗 你的包容 你的宽恕 这些通通具足了吗 诸佛法相 哪一个不是具足这些 在人间修道的这一些人 其实你们的成就 还不到万分之一 所以万万不可沾沾自喜 更要学习虚怀弱骨 操办的人心要放宽大一些 处理种种事物 要以整体来考量 才会更完善 为师希望我的徒儿 能够快乐修行 能够乐观进取 面对事物的时候 能够有坚韧的心 虽然会有难熬的时候 但咒语不终日 总是会过去 所以不要对所有事物耿耿于怀 不要想得这么悲观 那会成为自己的障碍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为师绝不会放弃你 也可以随着姻缘点换 教导你 让你们有信心 更往前迈进 所以徒儿修道 办理三朝大事 一定要有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